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罚单的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申诉 这位车主他被拍到了这一张 当然很明显的你就是违规了 因为你怎么会开在这个中线上呢 但是他说你可不可以看到旁边 我有路可以走吗 老爹 如果是你接到这样的罚单 他没记点还要罚钱 接到单只能缴 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是 如果是因为有车子 比如说他并排临停 然后逼得我要跨线 因为你不可能在那边等他 你等他后面也影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法规上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修改 你如果是我故意跨线 其实什么车都没有我故意跨线 那当然这个叫危险驾驶 但如果是因为人家临停 当然这个也是违规的一种 但如果是因为别人的影响 才造成我这样的违规 其实你看我之前就在阳明山 就遇过一部车 他开得很慢开20 然后中间是双白线 那我想说我看一下没车 那我就抄了 我想说他可能要再找路 还找什么我就抄了 然后就被绞拔单 因为你看他其实按理说 这边的车 他可以行驶在这里没问题 但这里又停了一台 所以他真的就只能 对啦 这个事情唯一的解法就是 你要这样走之前 先注意一下后面有没有车 哈哈哈哈 没有这个好像可以去申辅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镜头 就是如果你有行车驱逐器 好像是可以去申辅 那他是不是 变排停车现在可以检举吗 Gate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床机械员邀您一起上线